镜头转到嘉义县来看看这间庙宇 每年农历3月3号神明的诞辰 总是会飞来大批飞蛾停留在神像上 等到神明生育过后才会离开 也让信众嘖嘖称奇 感觉上这些飞蛾好像是要来替神明祝寿的 而如此景象已经持续超过40年 微微奇观 让信众看得目瞪口呆的 就是这些停留在神像胡须上的飞蛾 体型相当大 仔细数一数大约十多只 连经纸上都有 信众赶紧用相机手机拍下这奇特的景象 很神奇啊 对别的奇特吧 对别的地方没有 特别啊 他为什么在他的胡须 他只有停在他的胡须你看 原来位于嘉义县的这间庙宇 供奉玄天上帝 每年农历3月份 玄天上帝诞辰前夕 这些飞蛾就会飞来 停住在神像上 动也不动 而且一停就是好几个晚上 这种飞蛾叫做枯球罗文蛾表面褐色黑线条 展翅可以到13至15公分 分布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 大多都是在3到4月繁殖 受到光的诱影的话 他就会跑到 跑到那个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神庙 跑到我们的庙里面去 到底为何飞蛾会停留在神像上 这么长的时间 专家也无法解释 但奇特的景象 已经成了附近居民热烈讨论的话题 捐选侯国武员方 下一报道 下室的小植事 那么不忧承吗 这个小植事 然后到可以 veo